想要在60岁重返职场或者开始创业已经不稀奇 刚退休的人仍然熟悉几十年积累下的工作经验 因此能在金融界、法律界、医疗界 与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等专业领域担任顾问 平时如果有做手工的兴趣爱好 艺术品、装饰品、玩偶、刺绣等手工艺品 或许会是首座爱好者退休后的事业第二春 而对于不少喜欢摆弄花草的老年人来说 培养出好看的花卉、盆景、树苗也可以出售 从园艺爱好者变身企业家 随着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帮别人遛狗也商机无限 根据Time2Pet网站 遛狗人的收费一般是半小时19至29美元 如果可以一次多遛几条狗收费更高 对喜欢动物的人来说 赚钱又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退休老师或文字工作者 可以通过课业辅导或写作来赚外快 退休组转做搬家经理的案例也不少 这个职位需要安排规划搬家的过程 而费力的搬运工作就交给搬家公司来完成吧 如果已经有一笔积蓄想开加盟店 可以在前期投资并帮助店面步入正轨后交给店长打理 就不需要再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另外 投资房地产 买卖出租房子 也能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 根据美国经济论坛统计 只要工作时间弹性 60至70岁的美国退休老人 有六成都愿意重返职场 开启事业第二春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统合报道